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狄声牧师之辉煌人生 今天走进狄声牧师之教堂 令我大吃一惊 超过上千座位的辉煌教堂 隐藏了狄声牧师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证实它是因为国会议员格林之介绍 我们正动员非裔、拉丁裔以及华亚裔共组 族裔文化联合阵线 为少数族裔发声 由于它的积极应作和参与 是我们成功之重要因素 狄声牧师经常讲述一个感恩的故事 30多年前他草创时所购买的土地 是得到华亚裔银行在没有任何抵押之情形下取得贷款 更是他发展到目前拥有5000多位教友之大教堂之根源 因为他经常在各种场合中大谈华人对社区之极大贡献 在笛声牧师之倡议下 他所主持之非盈利社区组织将和美南传媒集团合作 从今年8月份起由他亲自主持一个电视谈话节目 主要是针对社区目前面临之诸多问题 透过电视以及社群媒体大量传播 并将其内容编映成平面媒体 以及每年出版名人录 将全面向社会各界推广 笛声牧师目前也被赫里斯俊 及市政府任命为体育委员会主席 在主导本地区之体育赛事 其中包括后年举办之世界杯足球赛 做了一开始 给大家留意下的垃圾 帮助 色适合